哈囉大家好,我是湯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適合夏天的持久完美底妝步驟 那除了會分享這個底妝的步驟以外呢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要來實測這款巴以萊雅的24小時無瑕完美粉底液 然後也會同時搭配這款也是巴以萊雅的油光奧藤霧蜜粉餅 那提到巴以萊雅的粉底液呢 很多人都會想起的是這款 我相信大部分的油肌呢都是比較喜歡這款橫霧無油綠粉底液 因為這款的妝效是更霧面的 然後它的持久度也非常高 就是非常適合油性膚質來使用 那我今天為什麼不選擇介紹它而要介紹這款呢 是因為我覺得這款的質地它適用的膚質跟適用的季節又更廣 會比無油綠再更輕薄一些 它的遮瑕度是屬於可以層層疊加的類型 可是我覺得整體的遮瑕度呢還是無油綠再更高一些 可是相對來講這款無瑕完美它的妝感是屬於更自然的類型 那如果你是油性膚質你用這一款粉底液 用一般的定妝方式 你可能一整天下來還是會需要補妝的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那種 有一點遮瑕度然後又有稀油效果的蜜粉餅像這一款 拿來補妝這樣也是可以 但是我今天分享的上妝方式呢 可以讓你搭配這款粉底液一整天下來也一樣是不需要補妝的 重點就是在定妝的方式會比較不太一樣 如果你的膚礦跟我是差異比較大 比如說你是個乾肌 你也可以透過妝前去做調整 就是這個化妝的步驟是沒有絕對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馬上進入我的夏季持久底妝步驟吧 好現在回到了我素顏的狀態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的膚礦 大致上還算OK 就是前陣子長的痘痘啊 現在都消失的差不多 但就還留下一些泛紅的印子 然後就剩下一些膚色的布君 那另外我的膚質呢是混和偏油 一到夏天呢我的臉就只有臉的外圍跟我的眼周 這邊不會出油 其他中心的地方就是屬於很會出油 而且就是爆油的類型 那我現在就要來使用這款巴伊拉雅的無瑕完美粉底液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擠出來就像這樣有點流動性的 然後你會發現它是非常好推勻的那種 不會馬上乾掉變得很死霧的粉底液 我用了4號是E30 然後提醒一下這款粉底液 我覺得它有一點香味 連續用了一陣子之後 就覺得它的香味沒有像一開始聞的那麼重了 所以反正對香味敏感的人 可以自己去聞一下試用而已 我先拌臉上一層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遮瑕度 然後你看它的流動性質真的是比較高 這個色號啊我剛開始上臉的時候會偏白一點點 但是過一陣子等粉底液吃妝之後就會跟我的膚色融合差不多 但它後續粉底液不會再暗沉 所以它這樣顏色有點變化的部分我是可以接受的 好現在先給大家看一下半臉的對比 現在這邊是上了一層 然後我覺得它上了一層的遮瑕度還算不錯 基本上你的膚色布君啊泛紅它是可以遮得住的 而且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的話 你還可以再疊加第二層 我覺得它用美妝蛋 我的蛋呢 它用美妝蛋上妝的方式是最服貼好看的 那你也可以用粉底刷 用刷具的話它的遮瑕度又可以再更高 那接下來我這邊泛紅比較嚴重的地方 那我就疊個第二層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遮瑕度是可以往上再疊高一點的 來這邊都是上了比較嚴重的地方 所以我這兩個地方都在疊第二層 局部在疊第二層之後呢 現在的遮瑕度就來到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狀態 我喜歡這罐的妝感它是屬於這種自然的霧感 它不是那種會馬上怕就是完全霧掉 它是一點微微的會帶微微的自然光澤 但是又不像那種太油膩太光澤型的粉底液 一下就會出油塗妝 這款還是屬於夏天可以使用的類型 我現在趕快把這一邊也上完 然後再回來 好現在全臉上完了 給大家看一下目前整點的妝感 它這個妝感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而且大部分的場合跟妝容都可以搭配 不會太滋潤也不會太過霧面 現在剩下的黑眼圈的部分呢 我要另外遮瑕 因為它真的是太深了 粉底液救不了它的 等一下遮瑕完會再回來跟大家分享我的定妝方式 因為夏天你想要底妝很持久的話 定妝方式也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就等一下再見面 我現在黑眼圈的部分已經另外遮瑕完畢 然後我要進入定妝的部分 我會先用一個這樣子 比較透明的 然後它是沒有特別控油款式的蜜粉 來用美妝蛋按壓在一些我容易出油的部分 像我臉中心這一代 那我覺得重點就是蜜粉的種類 切記一定要選透明的款式 而且要是比較一般甚至有點保濕的類型都可以 就不要太控油 然後用這樣按壓的方式 概念就跟back的方式很像 但是我是這樣薄薄的上 然後用這樣美妝蛋按壓的方式 它這樣定妝的效果呢 就不會太厚重 但是它的妝容的持久度一樣會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因為你的蜜粉不是選很控油的款式 所以你這樣按壓完 你就不會說整個臉變超乾 所以我覺得這個步驟呢 美妝蛋是一個很重要一點 蜜粉的選擇也是非常重要 我忘記提一個除了要透明色以外呢 它透明色跟沒有遮瑕度應該是同一件事 本來就是要找一個透明然後沒有遮瑕度的 它用到遮瑕度太高了 你這樣按壓完整個臉會變得粉感太重 所以我自己覺得還是透明的是最安全 然後就這樣全臉按壓完畢之後呢 還沒有結束 接下來我要使用巴以來亞這一款 油光OUT橫霧蜜粉餅 然後在全臉清掃定妝一遍 就是一個三明治的概念 先一個粉底液 然後再一層 沒有控油效果的蜜粉按壓 就外面再來一層真的是控油型的蜜粉餅 在全臉清掃定妝一遍 這樣雖然上了很多層 可是上起來底妝的妝效還是屬於比較自然清透的 因為如果你是用這種控油的類型 然後全臉就是瘋狂的定妝的話 你的結果可能就是粉感會非常的重 底妝看起來會很厚 所以我這邊就是薄薄的在全臉清掃 然後剛才用蜜粉定妝的時候 如果有些地方粉量有多餘有殘留的話 就是趁現在這樣再掃的時候把它掃掉 如果你真的很懶 你覺得這樣一層一層的上 定妝方式太慢了 你想要一步到位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這一款巴以來亞新上市的 隱形無痕橫霧蜜粉餅 這一款它就是屬於完全透明的蜜粉餅 是這樣白白的 那我自己用起來是覺得它控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相對的就是你的用量一定要控制 因為它不想用太多的話反而會太乾 然後另外它的毛孔修飾效果也還不錯 那就是先大概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最後呢如果你是有定妝噴霧的人 我非常建議還是要再加一層定妝噴霧 這樣可以讓你的底妝變得更服貼更持久 這步驟我覺得也是可以再加一下 雖然你看我這樣沒有用定妝噴霧定妝 我的底妝粉感也沒有很重 可是如果能再加一層的話我會建議再加一層 我現在底妝的步驟呢就真的全部完成了 就是一款可以抵抗夏日炎炎高溫的持久底妝步驟 那我稍微記錄一下現在的時間 就是現在已經快12點半了 接下來其他臉上的妝容眉毛那些 我就另外畫完再回來 好現在整個妝容的部分呢 剩下唇彩還沒有完成 我要來用到的就是巴伊萊雅的絕對琴迷鏡面唇膏 然後他們夏天有推出了兩個新的顏色 一個是950 一個是951 那我要來使用的是951 我會把這兩個顏色 然後還有他們另外五款很經典熱賣的色號 一起在手上刷色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個系列的唇膏就是它的滋潤度很好 你看我現在是完全沒有擦護唇膏的狀態 現在就可以直接上 你看它擦起來光澤度跟滋潤度非常好 而且真的完全不挑唇框 我沒有擦護唇膏 沒有做任何的唇膜保養就可以上得很漂亮 如果你喜歡這樣唇彩的效果的話 就不要錯過這個系列的唇膏 而且它是開架的 所以CP值也非常的高 那我等一下就要馬上出門了 我要晚一點再跟大家回報一下底妝的狀況 那你看我現在換好其他妝容的部分 底妝還是非常的完美 這一套底妝的方法呢 記得一定要學起來 真的非常實用 那我就晚點再來跟大家更新底妝的狀況啦 大家掰掰 晚點再見 掰掰 在這邊環境的東西非常吵 剛剛去拿我的眼鏡已經拿好了 然後現在時間是下午的快三點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底妝的狀況 我剛好稍微照一下鏡子 就是這邊鼻頭有點微微微微微的出油 但是整個妝容維持的還是非常的好 有陽光 喔 這邊有陽光 看一下陽光下的樣子 出油量真的是比我平常還要少嗎 那我現在就要緊接著去參加一個活動 晚點再跟大家更新底妝的狀況啦 等回見 然後我現在要來再記錄一下門底液的部分 現在已經到晚上六點了 晚上六點 大家可以看我今天 喔 這邊剛好有一個很明顯的燈光 我今天底妝維持的蠻好的 就是一個 真的啦 你可以很近看 我告訴你跟我剛剛看到是完全沒有差別 所以我就不知道要說什麼 剛剛是什麼時候啊 反正我連出油量都今天都少 感覺都少蠻多的 但今天明明天劇都超爆熱 就是微微出油而已 好了 就這樣 沒什麼好分心的 嗨大家 來猜猜看現在幾點了 我要來回報最後一次底妝的狀況 很眨眼的現在已經是快要晚上11點半 就是等於我上好底妝到現在已經經歷了 11個半到12個小時左右 就是一個超級長的時間 我本來只有打算實測10個小時而已 但是因為後來就是和朋友聊天聊太多 然後就變成已經變成這樣這個時間點了 好 然後稍微給大家看一下現在底妝的狀況 然後欸我發現我唇彩沒有補個妝 現在已經掉成這樣 我來補一下好了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我臉上的底妝了 這個是經過一整天 我沒有做任何吸油 沒有做任何補妝的狀況 因為我覺得在外面的時候 它整個出油量跟整個妝容的維持度都很高 是不需要補妝的 那我想說現在已經油光有到了一個程度 我等一下就來吸油看看好了 那在這之前先給大家看一下 照我今天這樣整個底妝的上妝方式 妝容經過夏日轟炸 它可以維持得如何 還不錯吧 我自己覺得這個妝容的維持度是不錯的 眼下細紋當時有點爆發啦 因為今天可能有點 他沒有聊天聊太嗨 所以眼下細紋有點猖狂 但是其他的部分我覺得 維持得都很好 你看我的腮紅也還在 腮紅整個完整度都是 你看這邊整個底妝都是沒有掉的 那接下來我要來用這一款 油光奧糖霧蜜粉餅來吸油補妝看看 記得補妝的時候一定要用輕輕按壓的方式 然後如果你怕一次補妝的粉太多的話 你可以在手上調節一下用量 然後再要在臉上 然後因為這一款蜜粉餅它的妝感是霧面 所以你用這一款補妝之後 你的臉的妝感會回到了一個比較霧面的狀態 我覺得鼻子的部分還蠻明顯 補妝之後的這個毛孔修飾能力又更提升了 整個毛孔是被根捂化 我覺得今天最重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 夏日持久底妝步驟 可以讓這樣它不是完全超級霧面的粉底液 也可以一整天將近12個小時 依然的完美無瑕 就大家趕快趁夏天試試看 我覺得絕對會對你們的底妝持久度有很大的幫助 那就是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再見 等一下我忘記講一件事 就是今天的影片會有個小小的抽獎 我會放在底下資訊欄 大家記得點開來看一下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啦 然後就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